台湾市英康库公所和市府的新聞處 日本台灣高利協會高雄輸物處 金剛線的主題版輸出 在英康库的讀書館是來基盤 然後在台南港世界作朋友 日本路由文宣的讀書店 當出了日本社會管制的 傳統文部裡面的作品 路由文宣又有寓意的體驗外檔 外檔到這個月底 歡迎大家擁有參加 台湾市英康库公所和市府新聞處 日本台灣高利協會高雄市府處 金剛線駐台版市處 在英康库的讀書館基盤 在台南和世界作朋友 日本路由文宣讀書店 電出日本群馬線水上町 金剛線護士公司 山梨縣 愛媛縣西條市丁市的管齊 傳統文部 涼壓作品 路由文宣和綠意體驗外檔 國內政部長一年的時間 終於在111人的園內 整個在重新開幕 然後開幕的時候 我們大概有接下日本交流協會 裡面辦一個群馬線的旅遊展 這個旅遊展非常豐富 它總共有1月2號 一直到1月30號裡面 我們就以在台南 與世界做朋友 然後在我們整個圖書館裡面 展覽那個日本旅遊的文宣 跟它的圖書館 歡迎光臨 浴衣貼養外檔 除了可以讓民眾穿浴衣打卡拍照以外 還可以進一步了解 穿日本合府和浴衣的差別 並且透過路由文宣到地圖 來了解日本市的管齊 日文風景 讓民眾也期待 以前過後可以到日本路由 衣服上的顏色 越鮮豔的 就是要朝風飲碟 才能夠吸引人家去追求 所以是未婚的就會非常的 就是鮮豔亮麗 然後已婚的它就會比較樸素一點 那搭配浴衣的話 我們會有兩種扇子 一種是這種團扇 或者是這樣子的扇子 看起來就會覺得很輕柔 斯穩 許多的溫泉可以泡 然後也可以到滑雪場去滑雪 甚至可以看一些楓葉 美麗的民盛古蹟 也可以到全馬縣吃美食 讓我非常的期待 我們去旅遊的時候 它那邊就是幫我們 就是導覽的那個遊覽員 還是說地方的人民 都就是對我們的態度都很和善 英雄區就是冠標時 這齣日本月娃黨 對一月禮盒到一月三十月 除了一台讀書文餐廳 還有路由江澤 涼壓祖膏風暴 跟秋澤行李住聯省 並且還有配合英雄區 都市貫 就齊了幾點外島 歡迎大家可以用憂參加外島 歡迎大家來參觀日本傳 即將肖建委英雄區 插陽報奪